现在疫苗慢之外 纾困慢又复杂 只有很多是连看到限制那么多 他就觉得政府已经是在找他们的麻烦 那另外的话就是申请之后 就是要补件或整个审查过程非常的繁复 所以的确很多人都觉得都已经很急了 你这个不是要救火吗 可怎么会那么慢 所以火都要灭了 都已经大家都活不下去了 纾困到现在我觉得 最大最大需要改进的一个点 到目前我还在跟那个国发会 还继续在争取的 就是说大家知道说纾困有很多 你可能个人会符合很多部会的条件 那例如说你符合了劳动部的 那你领到劳动部的 但是你可能有开 开店 类似开小吃店或开店的 那你其实可以申请经济部 那但是他系统没有去折优来给你 而是你又领到某一个之后 他会把你直接给资格剔除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 因为企业有人在主导 懂得怎么去处理 尤其有去年的经验 那么个人的部分 或是有一些比较微型小型的 这种小商家 他们就碰到申请的困难 他们不会处理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段期间 还没有领到纾困的钱 这个请政府能够多给他们辅导 帮助他们能够尽快让他们领到 安亲班 补习班 现在全部都是被政府要求 就不能收学生 所以便爸妈要自己照顾 可是我们之前有一个 随着家长的一个津贴 可是你不管政府 不管你停多久 就是一万块 也没有说因为我们三级警戒 往后延 然后就让大家好像 似乎生活津贴有增加 可是我们为了要照顾孩子 家长没去上班的话 是连薪水都没有 然后接下来一定是要振兴 那振兴这一块的话 我想政府一定也是要超前部署 那像我们在地方上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都已经有在规划了 那我也希望说中央的这个范围 跟中央的目标应该是更大 那全国商所有的这些产业 那中央怎么去协助 他做一个振兴的方案 我想中央也要尽快的 提出这样的一个措施 现在违景峰的时间 那么也还没有到振兴的阶段 但政府这个时候 应该像去年一样都要准备好 怎么样子来振兴 让大家赶快回来消费 能够在下个阶段 加速能够复苏 让这个产业能够恢复正常 但是政府就必须要超前部署 因为终究现在我们的纾困预算 只剩下1600亿还没有编 其实钱剩的也不多 可是如果我们怎么样子 要让大家能够去振兴各行各业 那政府是不是应该要盘点相关的经费 不要每次都说了 然后才发现非常的混乱 就像说疫苗的采购 大家觉得一年多的时间下来 怎么采购才这样 所以我们的超前部署 不能是挂在嘴上 但是真正要落实在政策的推动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